哈囉大家好我是舉歐 那今天呢有件事情呢想要跟各位說一下 那首先呢當然是來跟各位說一聲抱歉啊 拖了那麼久都沒有拍片 導致呢有很多觀眾呢都私底下關心我的身體狀況 但是呢請各位不用擔心啦 因為呢我已經死掉了 所以呢之後的影片呢只會拖得更久而已 那至於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最主要的有兩個原因啊 那第一個呢就是我家裡的人呢 要幫我辦後事吧 導致呢他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處理我後續的影片 那至於第二個原因呢就是 YouTube這幾年啊所定下來的規則啊 真的是讓很多創作者 越來越沒有動力繼續拍下去啊 感覺呢有點像是你在一間公司上班 然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 都是公司規定你去做的 結果有時候呢老闆說你做得很好 但有時候呢又說你做得很爛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那Surfshark VPN呢是我目前為止 所使用過最方便的軟體了 因為它不但可以讓我在瀏覽一些 特殊的網站時呢 能不留下任何的蛛絲馬跡之外 還可以幫我擋掉一些來路不明的病毒 還有煩人的彈出式廣告 而且只要一個按鍵就可以讓我 暢游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伺服器 每天都為我帶來滿滿的驚喜 更扯的是只要一個帳號 就能在無限的裝置上來使用 所以不管是我的爸爸媽媽兄弟姐妹還是 甚至是我的二奶還是三四五六奶都不用花錢再買 現在就用我的專屬Surfshark連結 並輸入優惠碼Jero666 即可享有年終優惠1.7折 訂購兩年方案再額外送你免費的三個月 這麼好看的優惠你怎麼能錯過呢 那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們請趕快連選下方的連結 我覺得一個負責任的公司啊 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規範 比如說規定員工可以做什麼 或是不可以做什麼 而不是規定今天可以做 明後天又改成不能做 然後大後天又改成可以做了 或是呢在同一天的時候呢 員工A可以做 但是員工B卻不可以這樣做 然後等到你去申訴的時候呢 公司卻又告訴你 他們一切都是按照原則來辦事 那重點是呢 這種情況呢已經持續一兩年了 所以眼見的觀眾應該都有發現啊 我大概從去年開始吧 就越來越沒有什麼心思去拍片了 那如果真的要我說的話呢 那我認為 沒有原則這四個字 應該就是YouTube的最大原則吧 那總而言之呢 過年快到了 所以小滴在這邊呢 還是要來跟各位拜一下年 祝各位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不能忘了幹狂 我們偉大的領導人習近平同志 那剛好我最近呢 認識了一個朋友 那他的公司呢 是開發清潔錠的 而且他產品的名稱呢 剛好就叫做 敬品小熊 真的就是那麼巧 所以我在這邊呢 就順便幫他打一下廣告 那有興趣的觀眾 歡迎點選下方的連結喔 大家好 這是我們的敬品小熊清潔錠 這是市面上唯一款 為環保杯保溫瓶所特別設計的清潔錠 針對杯子中的咖啡飲料茶所殘留的味道 油脂及茶垢進行清潔 只要小小的一定就可以把杯子洗得乾淨 不需要熱水穿燙 也不需要特殊的喜劇 使用方法非常的簡單 讓我在這裡示範給大家 台灣每年都會浪費 40億個一次性的杯子 那我們敬品小熊的團隊 想邀請大家 一起加入環保的行列 一起節能減碳愛地球 這次的幹狂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舉偶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舉我碎碎唸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見